買金盤 把握現在 創造未來 觀眾朋友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指數先生 這個盤 美股大漲 我們就拉高 拉得很高 美股大跌 它在抵擋 把它撐起來 它在做短線的架差 那樣子走好不好 我講過了 它是一個階段 一個階段在护 原本上一次是 8200到8500這個階段 這個區間 它現在這個區間跌破了 現在變成了 8000到8200這樣的區間 它护已經越來越沒力了 其實應該不能講越來越沒力了 且戰且走 你要記住喔 它現在且戰且走 因為離選舉越近 它慢慢資金要抽回去了 並不是護盤基金的資金抽回去 護盤基金的資金沒有抽回去 因為它是公家的錢沒有關係 可是其他外圍的 那其他外圍是哪些啊 我們這邊就點到為止 就不要講太多了 好 投資朋友 很多觀念 很多東西 自從你從進入股市以來 到現在 你都一直在遵守著 那我現在就問你 你所遵守的這些觀念 到底對還是錯 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好 我先講個小故事 有一群動物學家 昆蟲學家 他就找了很多貓磨蟲 放在一個花盆裡面 那花盆裡面放了很多食物 貓磨蟲的食物 當然把這些貓磨蟲 一個頭接尾 頭接尾 這樣一個一個 然後排列好 讓牠們繞圈圈 那貓磨蟲就跟著牠的本能 這樣繞圈圈 一直繞一直繞 那肚子餓了 牠也不吃飯 牠也繼續繞 中間就有食物啊 牠也不吃 結果慢慢一直繞 繞到最後面 所有的貓磨蟲通通死光 我大家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這是昆蟲的本能 牠魚貫而行 頭接尾一個一個 接一個這樣子走 沒有達到目的 沒有達到牠的目標 牠就不終止 牠就繼續走 這所謂牠的本能 也是牠的傳統 也是牠的習慣 那你進入這個股市以來 你是不是也遵守這些本能 遵守這些習慣 實在在變 潮流在變 股市也會變的 那你有沒有轉變 那如果沒有 你還是遵守那些本能 那些習慣 那很抱歉 一份根源 不見得會有一份收穫 這年頭 努力 並不一定要得到 你所要的結果 重點在於 你有沒有事半功倍 現在輸入事半功倍 方法 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替代的 就是方法 你的方法 有沒有可以做轉變 至於你的方法 錯了 你這個都不知道 這是最大的問題所在 或者是在網路上 還是我在教學上課的時候 很多學員們 提出來的問題 我坦白告訴你好了 可能你沒辦法接受 十個問題 十個問題 有八個是錯的 他的觀念是錯的喔 既然他們提出了觀念 十個八個是錯的 我相信你的觀念也一樣 也許你不願意承認 沒關係 承不承認 沒有關係 我們不需要在這邊做 怎麼講的 爭論 毫無意義 重點在於 假設你的觀念 你的想法是對的 我想你的程度 應該先跟我一樣的 假設 你是在這個市場裡面 也是五年 十年 是有的 二十年的 你的功力 應該跟我一樣 如果沒有 那就不用做解釋了 你的想法 你的觀念 你那些本能 你所學到的 很多都是錯的 可是你這個不知道 你現在還遵守著 把它當成什麼 當成那個祖宗牌位 把它抱著 抱著緊緊的 死死的 可是你不願意放棄 有所得 才會有所失 那你要先放棄 放手之後 你才可以得到 你把手抓緊緊的 裡面是空的 什麼都沒有 手張開 有捨 才會有得 好 在《握火長龍》 電影的《握火長龍》中 那李穆白講了一句 名言 這電影的對白了 手握了緊緊 裡面什麼都沒有 手張開 你可以得到一切 這都告訴你 很多東西 你是要捨棄的 但是捨棄之後 你才可以 你才會有任何的收穫 你才有其他的收穫 重點在於 哪些該捨去 哪些不該捨去 這才是你目前 最大的問題所在 你有學 學過很多 我相信一定有學 尤其是技術分析的部分 因為這是錄這一行 最簡單的方式 但是它是一個死胡同 你見得了 你要出得了 它是個死胡同 有 比方說一百個 有一百萬個 進得去 出得來的 可能寥寥無幾 我現在坦白告訴你 這隻狗生出來 大概是數完的 你進得去 你要出得來 難度難度在這邊 技術分析的困難在這邊 進得去 大家都可以進得去 只有你有眼睛 有耳朵 你願意學 就進得去 重點是 你要出得來 如何可以出得來 不會受迷惑 或者是真正的重點 我這位都告訴你了 要不要 想不想 不勉強 絕對不勉強 學到了就你的 終身受用 就看你 你有沒有這個決心 你想不想要 好 我們來看 今天的走勢 目前上漲一百一十九點 成交量六百八十七億 一估量九百一十三億 拉高之後 休息一下 再拉高 好 這有問題囉 待會我們再做解釋 最高來到八一九三三三十一百一十九點 成交量沒有出來 只有九百一十三億 預估量只有九百一十三億 夠不夠 不夠 他們告訴你不夠 這種量是不夠的 尤其是你拉那些大型股 像台積電啊 或是其他的這種 比較大型的 比較高價位的 這種量是不夠的 這不夠的 好 為什麼我剛才講的時候 你要小心喔 你要小心喔 我們看K線圖 好 把它放大 昨天這一根 是所謂的墓碑十字 第一檔拉高之後 該供不供 今天利用 美股大漲的時候 反而做攻擊 然後覺得很奇怪 他為什麼昨天不供 因為他還不敢確認 好 為什麼不敢確認 我待會在棋子的部分 我再解釋給你聽 很賊 這超判手是高手喔 他是高手喔 為什麼叫做很賊 我們先來看一下 棋子的部分就知道 好 今天拉高之後 好 做拉回 然後再往上攻 你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突破很多 沒有喔 好 我們看 好 這個分時走勢 五分鐘的走勢圖 好 五分線 這個昨天 這是前天 拉高之後 做拉回 再走高 再做拉回 好 還記得 我昨天這邊怎麼告訴你 我把它放大 昨天我怎麼告訴你 還記得嗎 我們回憶一下 昨天這個叫做反貪無力行 兩波上去之後 急掌 做拉回的時候 出現所謂的盤跌 好 出現所謂的盤跌 好 重點在這個 第五的這個點 第五的這個點 你不能夠跌破這個1喔 因為一旦跌破這個1的話 代表什麼 你不能代表 你不能把它跌破喔 跌破之後 代表是喔 是整個走空喔 好 所以說 它昨天有沒有跌破 我們看一下 我跟你講的很賊 就是很賊 昨天的最低點 收盤前最低點是多少 8063 有沒有這時候跌破 沒有 沒有 你會覺得很奇怪 它為什麼不跌破 因為一跌破 所有的多單會出場 空單不見得會去空喔 但是多單會出場 那為了不讓這些多單出場 因為它多單一出場 它設不通要把它接起來 那它接起來的成本是不是墊高了 所以呢 它不讓它跌破 好 這是高招 好 再看一下 好 我把它秀出來 低點 低點這邊 8063 好 沒有跌破對不對 不讓它跌破 這樣子 還有一線生機 就看美股 昨天晚上的美股怎麼漲 怎麼跌 美股大漲 好 它就順勢做拉高 順勢做拉高 所以這一整個 就是告訴我們 它原本的走勢 它要做這種線 好 我再把它壓縮 它要做這種線 做這種線的目的 好 你必須跟在前面這邊一起看 是什麼東西 它要做什麼 兩階段上漲 也就是說我原本 我在做的時候 我先做兩階段上漲 那兩階段上漲的時候 如果萬一失敗 我可以什麼 我可以跑得掉 好 我為什麼會這樣呢 好 你再看一下 什麼叫兩階段上漲 好 三之二 拉高之後 做拉回幅度很大 之後呢 牛皮 在急拉 再下來又是牛皮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了 拉高之後 休息牛皮 在急拉之後 又出現所謂的牛皮 我把它消掉 出現牛皮 那我不曉得 控盤者他也不知道 美股 昨天晚上的美股 是大漲還是大跌 所以我先做這個 我留在這邊 最後面的時候 我再做決定 看美股怎麼走 我再做順勢的 去操作 那你先看到 昨天國際盤都是大漲 所以它順勢的 在拉高 但是拉高 就出問題了 什麼叫出問題了 我現在下段節目再告訴你 它拉高之後 這個整個走勢 好 原本是要做什麼 三階段上漲 可是現在做出來的 不是的 好 為什麼這樣講 一般來講 拉高之後 一階段 兩階段上漲 做拉回 這上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急掌 因為跳空的方式嘛 急掌 變成什麼 三階段上漲 然後又急拉下來 誒 可是看 情形不對 好 情形不對 那情形不對 它這樣做上去 走出另外一個模式 好 這個另外一個模式 就代表了 出現了什麼 很邪惡的模式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 下段節目 我再告訴你 是怎麼邪惡 進廣告 洗剩時蛋白質會流失 可補充三多奶蛋白 或三多奶蛋白 加三多低蛋白 營養有精神 頭皮老化速度 是皮膚的六到八倍 你需要萌髮五六六洗髮精 激活保濕力 毛根再復活 防止頭皮老化 量感升級 蓬鬆有感 頭皮年輕化 萌髮五六六洗髮精 萌髮發發發發 你的新年新希望 希望比今年更好 比今年轉更多 希望幫自己加薪 賺錢不求人 那你就要幫自己一把 學得一技 財富再生 一眼看懂 行情高低 何老師幫你完成 新年新希望 線上教學 時間輕鬆 一學就懂 賺錢不求人 加薪自己來 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 光喝乳酸菌不夠 益生菌快餓死了 三多膳食纖維 是益生菌養分 益生菌越多 排便就順暢 別讓益生菌餓死 三多膳食纖維 其招百出 不贏也難 其指想贏 不能亂武裝法 行情百變 你難定多空 何老師教你 其招百出 每日旗幟 先定多空 每日走勢高低分明 每日行情 價差操作 其招百出 不贏也難 02 2578 3777 02 2578 3777 每樣都想吃耶 怎麼辦 快去貴族市家 豐富的美食 怎麼可以這麼划算 約會聚餐的好地方 幸福就在這一刻 非足市家 你的新年新希望 希望比今年更好 比今年賺更多 希望幫自己加薪 賺錢不求人 那你就要幫自己一把 學得一技財富再生 一眼看懂行情高低 何老師幫你完成新年新希望 線上教學 時間輕鬆 一學就懂 賺錢不求人 加薪自己來 02 2578 3777 2578 3777 如果我們 我唱歌的 外國外人都省道道 來 喝這罐三多補體康 這罐看起來的幾樓罐 它有膚吸胺酸生態 增強體力 還有高概化維生素低三 留住骨本身體好 三多補體康 全營養一罐就滿足 您現在收看的是中華財經台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好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走勢 目前上漲124點 成交量704億 預估量910億 拉高之後震盪 再拉高 現在在高檔橫向整理 橫向整理 有沒有量 沒有量 這在又法人進場 尤其是又外資 這幾天外資都在賣超 好 那外資把幼進來 今天三點以後 你去看 如果說是外資大買超的話 那明天就完蛋了 明天就完蛋了 好 為什麼要這樣幼 重點是在於 它也是滿手股票 你要知道 包括護盤的 包括它的周圍的 通通是滿手股票 因為這一路護下來 什麼意思 看一下 這一路護下來 並不是從這邊才開始護 事實上從高點下來的時候 就有在護了 只是沒有護起來而已 最後才用宣示的方式 護盤基金進場 再把它拉高起來 好 大家知道 它有在護 只是沒有護得很用力而已 好 那現在 離選舉越來越近的時候 它護盤的力道 越來越減越來越減了 所以你們看到它大買超 好 為什麼要這麼講呢 把它放大一點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這邊 這個就是它裡面 它的決心 我一千三百多億 我就要護什麼 護八千二 不要讓它破 這邊一次拉高 這邊一次拉高 你還記得嗎 這個尾盤的時候 動用四百多億 把它拉高 那我覺得很奇怪 它既然是護了 那拉高之後 為什麼不讓它上去呢 你也很奇怪 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樣到底是護什麼意思的 對不對 那順勢把它拉高 但它擔心什麼 擔心賣不掉了 擔心外資到貨 好 這是它擔心的 好 那破線之後 大家看 破線之後八千二 破線之後 那現在另外一個區間 就是八千 應該是屬於八千二 這附近 應該是屬於這樣子 一樣 一樣 這屬於這個區間 那你不要去做追 尤其是做短線的 投資朋友 你不要看它漲 哇 換新股好高興 你進場就套牢 好 不信 你可以試試看 進場你一定套牢 尤其現在輪動速度越來越快了 你有沒有發現 找盤強的股票 現在到尾盤的時候 很多都不強了 所以你一進場 你一最高 你就套牢了 好 我們看 旗子的部分 好 它做出來 什麼意思 做出來這種走勢 好 昨天的時候 走出來是屬於反彈無力型 是要說 那不是告訴你 急拉之後 出現所謂的盤跌 這個就是所謂的反彈無力型 也就是這一段 急拉之後 出現所謂的盤跌 尾盤 它故意不讓它跌破 把它撐住 撐住就在看 今天的美股是怎麼樣 美股大漲 它就順勢 再做一波 好 那 這樣子的走勢 就是對台海講是最安全的走勢 因為我退可守 盤跌可攻 好 那從這低檔上來的時候 原本走出來是什麼 我們講的是兩階段上漲 上漲階段型 兩階段上漲 那在這後拉高的時候 變成什麼 原本把它演變成的三階段上漲 這什麼意思 這個上來的一階段 上來兩階段 你會發現 下跌的幅度都很大 好 再來過來今天 做拉高的時候下來 發現 不對勁 不對勁 一賣大家跟著賣 不行讓它下去啊 那下去的話 它根本賣不掉 好 它根本賣不掉 你再看 來 我再把它放大 好 拉高之後 結果出現了 我們講五波的下跌 不對勁的 拉高 再做拉高 好 拉高之後 這個高點是不是做突破了 是不是突破一點點 是也突破一點點 再來 現在也突破一點點 好 走高 這又演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了 反市場心理型又多 反市場心理型又多 走高之後做拉回 然後上去再做拉回 那出現在高檔出現的時候 牛皮走勢 好 你再看 走高之後做拉回 再走高突破了 可是沒有突破多少 再做拉回 只有出現了牛皮走勢 好 出現了牛皮走勢 我會講說 拉多一點嘛 對不對 再往上去繼續拉 讓空頭死得更慘 對不對 一腳把它踹下去 對不對 但是你不如說拉高之後 我做休息 我讓空頭幹什麼 去回補 那這個就不對囉 什麼意思 你要拉多一點 你要拉多一點 你就直接奔上去 你就像這個 開高之後 你做拉回 你為什麼會做拉回 你把人家扯門給公坡了 你再拉回讓人家逃跑 你把人家扯門給公坡了 你開後門讓人家走 這就是所謂的不對盤 這叫不對盤 好 我們再講一遍 來 你開高之後 是不是突破昨天的高點 把他壓縮 你開高之後 是不是就突破了 那這邊所有的 包括昨天 前天 所有的空單 是不是要停損出場 那既然 你所有的空單要停損出場 那你說順勢再拉高 空單停損之後 這變多好 變多單啊 對不對 他是不是要買 那你拉高讓他買的時候多好 我想說對嗎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原本我現在拉高 他100塊要停損的 我再拉高 拉到150 拉到150 讓他更高去追 是不是更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 好 開盤之後這5分鐘喔 開盤之後 馬上做擊殺 欸 你幹什麼 你是不是讓空頭 叫我去回補 天下哪有那麼仁慈的 主力大富不會那麼仁慈的 也沒有必要那麼仁慈 我們講的 棋子是一對一 是見真章的 要做得你死 不做得我死 當然是讓你死嘛 對不對 所以你拉高之後 你拉高之後 你再往上做噴出 那這些所有的空頭 是會往上追 對不對 那他往上追 你的獲利是不是更大了 那你反而是不讓他追 做拉回 讓他回補 天下哪有那麼仁慈的事情 好 既然這麼仁慈 好 他做給你 在做拉高的時候 好 再看 拉回來 讓你所有的空頭 看什麼 去回補 之後呢 我再做拉高 這個時候 慢慢做拉高的時候 一直到這邊 把它放大好了 不是看不清楚 拉回來 這邊慢慢做拉高的時候 我相信 你看這邊量 沒有很大 我相信一般的人不會去追 只有在這邊做拉高的時候 又做突破的時候 然後看這個量 爆出來了 結果呢 又出現了 橫向整理 就這樣拉高的時候 讓你多單 幹什麼 去追 去追 那配合什麼 配合現貨 看一下 配合現貨 我再拉高 我出現 橫向整理 橫向整理 我的目的是 現貨和期貨 幹什麼 做配合 這樣子 我的現貨才不會下來 聽得懂嗎 這樣子我起子做拉高的時候 現貨的部分 賣壓才不會出容 那賣壓不要出容 是重點 為什麼不要讓它出容 是因為它要賣嘛 因為如果其他人賣出來了 賣壓出容的話 它就賣不掉啦 OK 再講一遍 來 我做拉高 我這邊帶量 把它拉高之後 我讓它做橫向震盪 目的是 讓外資 讓法人去追 誰賣 他在賣 他在賣 不然他這樣賣不掉 好 那我們講 換到旗子的部分 我拉高之後 我讓旗子 更強勢 那時候他告訴你 現貨可能不會跌了 你趕快買吧 這就是所謂的 幼多 好 接著你現在所看到這個 幼多 幼多 所以到這邊 操作 是這麼一回事 可能跟你以前的觀念 想法 和做法 應該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一本會告訴你 好 這一本會告訴你 這一本會告訴你 整個大方向 它的轉折點在哪邊 你要去注意的 你要去留意的 你要在做什麼動作 你要知道 那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不會盲目去追 不會受消息裡面的影響 不會受國際盤的影響 那你該怎麼做 就怎麼做 這是你學技術分析 學分析最重要的 一個分界點 你還是在那邊聽消息 看人家的說法 還是等消息的出現 等國際盤的出現 好還是壞 你再去做決定的話 那你的分析 要對 很難 很難 尤其是 當主力 當大戶 他利用這種媒體 利用這種消息 在做的時候 你往往都會受到傷害 我相信 從以前以來到現在 你是不是都這樣子傷害的 沒有錯 所以 你把功夫給學好 學到了 你就不用去聽這些消息 你自個去做判斷 這是你唯一 唯一 能夠戰勝市場的 唯一途徑 那你做不到 很抱歉 那你以前是輸家 那你現在是輸家 以後還是會是輸家 唯一要做的是 如果自個獨立判斷 當你可以自個獨立判斷的時候 那行情怎麼變 都沒有關係的 我剛才講的 你不要說你的本能 說你的習慣 說以前的傳統的影響 古世代變 朝代在變 時代在變 你要跟著變 你沒有變 就死路一條 功夫給學好 學到了就好 自然你就知道怎麼變 這才最重要的 功夫 有功夫 練功夫 沒功夫 學功夫 學到就女兒 謝謝 多關心 謝謝 給你操作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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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光喝乳酸菌不够 益生菌快饿死了 三多膳食纤维是益生菌养分 益生菌越多排便就顺畅 别让益生菌饿死 三多膳食纤维 谢谢你 这么用心熬红豆水照顾我 精血红豆自然食材 先煮后焖 浓浓红豆香 水当当好气色 万丹红红豆水 你的新年新希望 希望比今年更好 比今年赚更多 希望帮自己加薪 赚钱不求人 那你就要帮自己一把 学得一技财富再生 一眼看懂行情高低 何老师帮你完成新年新希望 线上教学 时间轻松 一学就懂 赚钱不求人 加薪自己来 02-2578-3777 为什么肌肤这么水嫩Q彈 因为我有 水魔力 西粉专利波尿酸 洗澡就像敷面膜 超水美肌天天弹恋爱 真的好弹 水魔力沐浴如 其中百出不赢点难 其只想赢不能乱武装法 行情百变你难定夺空 何老师教你 其招百出 每日旗帜先定夺空 每日走势高低分明 每日行情价差操作 其招百出不已也难 02-2578-3777 02-2578-3777 洗澡时蛋白质会流失 可补充三多奶蛋白 或三多奶蛋白加三多奶蛋白